一張一張椅子排排站 卡在飯店房門外 一共一二三四四張椅 上面擺著小托盤 還有早餐 枕頭毛巾等喚洗備品 連門口都有一大包帶丟的垃圾 種種跡象讓住客覺得好像怪怪的 他說外面有擺那個桌子 擋住門的就是給外奧住 急過來為什麼要這樣弄啊 一名住在這裡的張先生 詢問飯店人員 懷疑疑似有隔離的人住在這 飯店人員卻說 之前有接待船員 不過他們都已經離開 又說現在還是有 船公司的外籍船員入住 但他們不能出房門 我們每層樓都有 但是他們不是簡易隔離的人 反覆說辭讓張先生一頭霧水 那些事已經居檢結束 那個船員居檢結束 就繼續住在那裡 飯店業者強調 每個房間都是獨立空調 而且都有加裝監視器監控 加上隔離的外籍船員 健康狀況都沒有大礙 要其他的一般住客不用擔心 但觀光局出名打臉 這間酒店 根本是不合格的防疫酒店 並不是本局核定的合法的 一個防疫旅館 那他有將居家檢疫者 跟一般旅客 混住的這個情況 觀光局機查 目前這間酒店 還有居家檢疫者住在這裡 會協助安排轉入 其他合格的防疫旅館 遭投訴的酒店偷偷收隔離民眾 也沒有和一般住客分層分流 明顯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最高可開罰15000元 接著成功明皇室雲高雄報導 去這邊誰不移來 底豬 燈